地震强烈摇晃 里长赶紧疏散住户到安全处避难 同时有房屋传出浓烟 消防队员立刻到现场协助救灾 消防人员架梯救出受困民众 接着拉水线扑灭火势 远警也到场拉起封锁线 避免民众靠近 贴上红标围楼有倒塌疑虑 不听劝阻强行进入可依法开罚 4月3号花莲大地震发生后 余震不断 就怕老旧建筑经不起摇晃 民圈里动员20多位里民 模拟救灾演练 场面相当逼真 居民还专程移开车辆 配合疏散动线 反应非常好 而且他们非常配合 譬如说这边本来有放机车什么 经过我们贴在里群组公告以后 然后他们就慢慢的移开 而且他们也理解 就是做防救灾演练就必须把道路清空 防灾胜于救灾 透过拟争情境加强防灾观念 大同区以往都在育泉公园 举办疏散避难演练 近几年在各里开设指挥中心 模拟灾害来临时的应变措施 让伤害降到最低 考量到说当灾害来临的时候 怎么样引导跟疏散 甚至怎么样让民众第一个时间 到正安全的地方 那最主要今天演练的目的是 让我们防灾的第一层基层人员 知道他自己扮演的角色 当状况来临时能够如何来应变 多一分准备 少一分灾害 除了民权里民 实际参与演练过程 其他个里也到场观摩 让防灾技巧广为宣传 遇到天灾才能临危不乱 记者邱世民台北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